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好 我們剛剛上堂課結束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在這個版面 我在這個版面所寫 就第一個小段落 這一節 這一節的第一個小子題 也就是說我等於是要告訴各位 我簡單講一下就是說 譬如說在某個溫度 假設某個金屬 假設我這樣一樣 某個金屬對不對 某個金屬的氧化 某個金屬氧化 假設變成MO2為了方便 我用這樣寫說一一一比較好 假設這個東西你可以這樣講吧 假設在實用的問題 實用問題就是說 今天在某個溫度吧 在某個溫度T0 某個溫度T0的話 你要讓這個金屬不氧化 反過來就要把氧化物還原 意思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假設說譬如我們可能會面臨一個問題 在這個假設某個金屬 假設silicon 假設silicon 對不對 在這個假設說譬如我假設你講 譬如待會兒我們就舉個例子 假設1000K 在1000K的時候 對不對 假設silicon你要讓它不氧化 不氧化我們可能就問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你就會講說 這個silicon氧化在1000K的時候 它平衡氧壓是多少 像剛才我這樣就可以先算出來 就是剛才的PO2 是嗎 對不對 你就可以算出來啊 好 那我們就問一個 再下一個問題就是 假設我要維持這個讓它不氧化 我用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混合器的話 這兩個的比率應該要多少 那就可以透過剛剛的那個 STAR1 STAR1的那個東西去計算 因為那個1跟2相等 那顛倒過來去算那個比率 是吧 那所以今天也就是說 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不要像剛剛這樣 我們都去算 每次都在猛算 算得分頭轉向的 那算 假設說我們沒有那麼精準 比如說你不要說精準到什麼 個位數什麼什麼什麼多少 你只要知道大約是多少 比如說這個10的幾次方 你只要這個O的大概是對的就好了 是嗎 對不對 你可能操作上 那假設你要精算再去精算 對不對 就精算 好 那所以現在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剛剛就講 我們要把這個scale就簡寫 scale of這個PCO 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的比例 這個scale我們怎麼樣把它加進來 我們把它加進來 好吧 那這個我剛剛講過 那所以現在就是按照這個東西來看 那這個東西我現在這樣寫好不好 我現在把這個暫時把這個綠色的部分 把它拉開來 那也就是說我們這data G10 講的是這個是一大七啊 這個是一大七啊 這個是一大七啊 是不是 這個data G10是這樣子算出來的 是這樣子算出來的對不對 對 那可是我今天呢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這個pCO呢 跟pCO2的話 這兩個有一個比值啊 是不是 有一個比值 那這個比值的話呢 那現在它假設要把它把這個 它書本上是把這個東西變成是p分之一吧 假設 假設if我要變成這樣子吧 那所以我們就是要有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我今天就變成是二氧化碳器 這個二氧化碳器對不對 這個都是氣體 我就不要寫guess了好不好 這二氧化碳器要變成是什麼呢 我從一個大七啊 是嗎 我要從一個ATM 對不對 變成什麼 變成二氧化碳器變成是p一個ATM 是不是這樣子 變成一個pATM 對不對 變成一個pATM 變成一個pATM啊 那這個一樣我給它一個編號好嗎 這剛剛我講的這個編號叫star1 那這個反應呢 我就叫什麼叫star3 好不好 也就是二氧化碳 從一個大七啊變成這個p一個大七啊 p一個大七啊 這個自由能是多少 可以算吧 可以算吧 這就是第七章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data G30 data G30就是從一大七變成G30 你看這剛剛寫過我在這邊插掉了 就是等於RTLog什麼 RTLog這個p是吧 RTLogP是嗎 這個就是呢 這個是等於什麼 RTLogP啊 是吧 會等於這個RTLogP 可是呢因為我們這邊是有2啊 這邊有2 係數是2 我把它變成22好嗎 變成22對不對 2那就是2mol嘛 那就是變2mol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你現在把 你現在看我現在把1跟3組合啊 所以今天呢我把第1次跟第3次組合 我這個組合 我假設這個東西叫第4次好不好 我這個東西叫第4次 那你看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不是抵消掉了嗎 那就所以這個equation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液氧化碳氣 液氧化碳氣 我就不要寫氣體了好不好 再加上這個氧氣 然後變了這個2 2倍的2氧化碳氣 但是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ATM 這個是一個ATM 這一個是什麼 變成P一個ATM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把這兩個加起來了 這個消掉 消掉 是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呢 這個Data G40 所以Data D44 這個假設我稱為這個叫第44 稱為這個叫第44好不好 所以今天Data G40呢 不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把Data 意思也就是等於Data 因為這是E3嘛 Data G10再加上Data G30 是不是 那我把這個數字放進來 我把這個數字放進來吧 可以吧 對不對 Data G10有數字了嘛 所以它是等於負的 5 6 4 8 0 0 再加上173.2t 這是Data G10 然後再加上這個東西對不對 再加上Data G30是2倍的RT logP 是不是這樣子 是吧 那因為這個要寫一個數字 這個要寫數字很討厭 我們就把 因為我在這邊寫 因為Data G10我是不是可以寫成Data H0 減掉TData S0 是吧 對不對 那我就撐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這樣 那我就撐這個 撐這個 這個叫做Data H0C好嗎 就是碳的氧化的那個 我給它一個標 給它一個 書本上是叫CO2啦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負的Data S0 因為負TS0嘛 Data H0CO2 是吧 就是一個 把這個數字 就用一個符號來表示 也無所謂 也無所謂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Data H0CO2 是吧 那這個呢 就是負的Data S0是吧 CO2對不對 那你現在把這個T的部分 這個有一個T 這個有T是吧 對不對 我把它拉出來 你把它 那所謂Data G40 所以這個 所以Data G40是吧 Data G40可以變成是一個這個紅的 紅的我用這樣子 Data H0CO2是吧 這個東西對不對 把這兩項把它合併好嗎 這兩項把它合併再加上 再加上呢 2RT 是吧 2RT 減掉 負的Data S0 這是正啦 就加啦 這個負的 負的Data S0CO2 是吧 再乘上一個T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自由能的這個equation 對不對 我們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這個喔 液氧化碳氧化變成二氧化碳氣 但是比例是1比P 1比P 那種輕輕之下 那你看是不是可以 我就可以把這圖畫進來囉 對不對 你看我今天假設 假設這個是Anahan Diagram Anahan Diagram裡面 Anahan Diagram裡面的話 對不對 這個是GISFERENERGY 這個是0 Data GISFERENERGY 剛才講這個是0 這個就是剛剛的O點 這個是剛剛的O點對不對 剛剛的O點 但是我現在假設在這個外面 在這個外面 對不對 我是可以用PCO比上PCO2 那在這個地方呢 是不是就是等於什麼 用P分之1來表示 用 我這地方有漏掉一個 拜託 我這樣寫亂七八糟的 我這個地方為了要讓它這個 因為這個東西等P分之1是嗎 這地方是等P分之1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把這個改成P 我把這個改成負的 負的R 負的R 負的R這個Log P分之1 本來是正的2RLogP 我把它變成負號 所以可以變成負R 然後就這邊繼續寫吧 這個就寫加吧 173.2吧 這是T 我剛剛這張寫錯了 這張寫錯了 因為剛剛 因為我要把T拉出來 也就是說把這一個 把這一個2RLogP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是用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比例嘛 就是P分之1嘛 這個可以我把它弄成P分之1 放進來嘛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P分之1放進來 那你看這個東西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個什麼東西呢 你看看 當你 這東西不是一個直線嗎 當P等於0K T等於0K的時候 這小刮虎反正是某個數字嘛 某個固定的一氧化碳某個 這個P就從這裡 從這裡 不要寫那麼上面 待會要用到 從這裡面告訴我們forFixed 一個固定的P 或者P分之1吧 或P FixedP跟P分之1是一樣的嘛 反倒數嘛是不是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看這個FixedP要從這張可以告訴我們是什麼呢 所以DataG40 0對T是不是一個線是一條直線 是嗎 是不是一條直線對不對 是一條直線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找了啦 那我們現在假設 假設吧 我們先找低一點吧 假設當P分之1等於1吧 就是P等於1的時候 P等於1的話就是LogP這個地方是0嘛 那死剩下什麼就是這條equation嘛 是不是這樣子 P分之1是1的時候 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剩下這個不就是原來的這個equation嗎 是嗎 對不對 那所以這條線的話會多少 我現在假設把它畫出來呢 我現在改成用黃筆畫好了 那所以這條線畫出來是這樣子 那這個在0的這一點是多少 這個是負的 負的564800 是嗎 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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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這個坐標呢 橫坐標呢這叫P分之1 這個P這一點是多少就是1啊 P分之1等於1 就是這個equation 就是這個equation 畫出來就這一個對不對 那這個協力是多少 因為協力是正的 所以這個協力是多少 這個協力是173.2 173.2 是這樣子 好 那你現在再來看喔 如果今天呢這個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的這個比率啊 這個這個比率 這個越大 我們來看看 如果這個這個越大 這個越大的話就是P分之1是越小嘛 是嗎 對 如果這個東西變大 假設這樣子 假設這個東西變大 一氧化碳越來越多 是要往這邊還是往那邊 這是1嘛 對不對 那一氧化碳變多的話 一氧化碳變多的話就是P變小嘛 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變大就是P變小 那P變小的話剛是1啊 那P變小的話 這個負負是不是顛倒過來變正的 是嗎 對不對 那所以 不是 變負 我這樣弄錯了 也就是說你這個是1的話是0啊對不對 你大1的話 那這個就是負 這個變正的變加 負負的話就變加嘛 不是這樣子嗎 或者我這樣也不要寫啊 你也可以這樣子寫吧 正的2R 直接用P來表示吧 直接用P來表示吧 對不對 那就下來 那所以呢我們把這個尺標 我們今天就把這個尺標 這個放進來了以後呢 譬如說呢 譬如說這個是10 大約有點水平線了 稍微接近水平 這個地方是什麼 是10的平方 然後譬如說到這個地方來呢 是10的14四方 10的14四方 假設啦 假設這個到這邊大約是10的14方 假設是這樣的 這個P P分之1啊 這個東西是變成是這樣的 那這個上去就是更小囉 這下去的話 這個譬如說是10的負2 那書本上呢 甚至於你也可以什麼 把它包起來 你知道嗎 把它包起來 這剛剛養壓就這樣就停了 那我這個東西呢 甚至於可以把它包起來 它可以把它包起來以後呢 譬如說反正無所謂 就是反正是多少嘛 所以它這個所有的這個東西呢 這個尺標它只這樣列 這樣子列 這樣子列 所以這一個部分要讀的東西呢 都要這一點叫做C點 用碳 用C點來讀 因為這個所有的線都是這個equation 拉 因為這是直線嘛 從這C點拉出來的 這個這樣的線就不見了 不是 它就把它擦掉了嘛 它怎麼來的 知道嗎 所以這個碳 碳點啦 這個叫碳點 所以碳點要讀的呢 就是要讀這個液氧化碳氧化變二氧化碳 要讀這個了 要讀的是這個 變成二氧化碳變成P個大氣壓 變成P個大氣壓 就從這邊來讀 譬如說它的位置大概是這樣子 它的相對位置 實際上的位置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尺標你看都這樣斜斜的嘛 斜斜的嘛 是不是 那所以液氧這邊是代表是什麼 代表這個液氧化碳 二氧化碳 液氧下面 液氧下面 液氧這邊 液氧這邊的話 是代表這個液氧化碳的比例越高 液氧化碳的比例越高 液氧化碳比例越高 那你這樣就可以讀出來囉 那今天假設有了這個圖 今天假設那現在有這個圖以後呢 我們待會就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暫時把它擦掉吧 對不對 我先告訴你這個Scale是怎麼來的 所以要讀液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需要 就是要用C點 用這個C點來讀 用這個C點來讀 它這樣打一個C 打一個C 就是Carbon 就是Carbon 就用這個來讀 好 那今天有了這個東西呢 一樣 我們今天就可以來討論啊 對不對 我今天就可以討論 我就放到那邊去來討論吧 那你看看今天假想 所以今天我們今天第三個 那個尺標我們知道它怎麼來了以後呢 現在呢 我現在就第三個 我就可以用什麼呢 用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的混合器 說對不對 我們要假設用這個東西 我假設要還原吧 要Reduce這個Metal Oxide 要把金屬氧化物還原吧 是吧 金屬氧化碳 那意思也就是考慮這個東西的氧化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要考慮這個金屬的氧化 變成是Mo2 假設我們用1比1 這樣比較好算 比較好算 假設我就考慮這個東西是叫D54吧 我們就假設這個D54 那這個D54的ΔG50 我們就講這個東西是可以查的啊 看看它是什麼金屬嘛 對不對 是什麼金屬你就去查嘛 把它找出來嘛 對不對 A加Vt A是多少 V是多少可以找得出來 好 那今天把5四跟 那我們現在呢 跟剛剛的第1四 跟剛剛的第1四來合併 好不好 所以這第1四合併的話 所以今天呢 第1四跟這個第5四相減 我假設稱為這個東西在書本上就有了 稱為書本上的第9四 好不好 書本上的第9四 書本上 書本上第9四了以後呢 那所以呢 那這個化學反應就是什麼 就把這個1跟5 5-1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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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那所以這個就5 這個 不是1-5 這-5的話就翻過來 減的話翻過來 那所以呢 變成什麼 變成mO2 solid 是嗎 再加上呢 那個左邊 兩倍的CO 這個gas 是嗎 然後呢 這個是m的 solid 加上兩倍的CO2 gas 記住啊 我們這樣子寫的話呢 這個是一個ATM 一個1嘛 跟1啦 這個是一個ATM 我們這樣子寫的時候 這假設這個叫第9四 好不好 這個東西叫第9四的話 這個東西叫第9四 這是10 這是9 這是第9四 那這個第9四 那所以你看這個第9四的data G90呢 第9四 這個data G90 G90會等於多少呢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講說你只要寫氣體就好 是等於2RT log Log 因為這個是PCO2 是嗎 PCO2 拉出去好不好 我把2拉出去 對不對 你把2拉出去 好 那你看看啊 所以現在假設這個 equation 我也 我們可以把它放進來啊 對不對 所以今天的假設 我那個Anhem Diagram裡面 我現在就把這個0K的部分放進去了 免得一直要外面花一條線很討厭 我這從0K開始好嗎 這假設0K開始 那我的C點在這裡 假設像那個地方 我的C點 C點我用綠色的好了 我的C點在這裡好不好 假設C點在這裡 是吧 C點在這裡的話 那今天假想 你看看假設我有某一個金屬吧 這個金屬的氧化反應吧 這個金屬氧化反應呢 我現在假設這個 equation 可以用我把這個假設這樣畫好不好 這個是第五式 STAR5 是吧 對不對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1的這一條線呢 因為我們剛剛是討論1嘛 就是這一條線嘛 是吧 1這一條 是吧 1這一條 我現在假設1這一條放進來吧 這是第1式 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第1式對不對 這個是第1式第5式 那你看看啊 那不就告訴我們什麼 那這個焦點的這一點 就是一大氣壓的氧的時候 這個假設T 這個東西叫TS吧 對不對 你這個TS的話 那意思也就是說呢 就從這邊告訴我們就是什麼 在TS的溫度 氧 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是1比1 是嗎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是不是1比1 對不對 是嗎 所以你帶到這裡面來的話 所以從這個地方 那不就Data G90 是不是等於0 這1比1嘛 是不是等於0 那意思也就是說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個金屬啊 在這個溫度 這個金屬在這個溫度 還有這種一氧化碳的比例之下 是不會氧化 就是平衡 就是平衡 就是相等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 你看喔 現在如果呢 如果今天呢 我今天還是一樣 我今天如果fix 我今天假設 第一個 我今天fix這個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還是維持1好不好 對不對 那我今天溫度呢 變成是TR 大於TS 我溫度升高 也就是說我今天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還是維持1 我把升高到更高的溫度 升高到溫度TR好不好 TR比TS更高 那這個時候你到了哪一點 你看我是在TR1比1 我是落在這一點 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你看看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是1 是嗎 跟TR 是嗎 這兩個相加的 這個會產生 會落在哪一點呢 我假設這個落在R點好不好 落在這個R點 這個叫R點嘛 對不對 因為我在這個溫度嘛 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維持1嘛 你不就是落在這一點嗎 在這一點對這個金屬來講 會不會氧化 因為它這個線的下面啊 會不會氧化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今天在這個東西呢 對不對 就代表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因為這個R 這個R對不對 這個線 這條線 金屬的氧化的這條線對不對 R是落在這裡 是嗎 R點是落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就代表什麼 None oxidation嘛 這個金屬 這個是M M氧化 這條線就是我剛剛所寫的 是M氧化 是 這條第五啊 這是第五啊 是嗎 M氧化變成MO2 對不對 M氧化變成MO2 那你看在這個溫度之下 對這個金屬的氧化 它是在這一點啊 平衡在這一點 那我的氧壓在這裡呢 是在更下面 對不對 那所以它實際上就是None oxidation嘛 對不對 它就不會氧化 所以從這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討論這個東西 那譬如說同樣的道理 那假設吧 假設我今天呢 變成溫度更低一點 溫度更低一點 假設用TU吧 在TU吧 對不對 假設 假設也一樣 我另外一個 case 還是維持1 假設 這個東西維持1 再加上溫度更變成是TU TU是比TS小 好不好 也就是說我把這兩個相加 就這個條件 那這個兩個點 那這個點告訴我們是一個U點 也就是說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今天在TU我是落在這一點 這一點是不是U點 在這個環境之下 對這個金屬氧化來講 比它高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金屬會氧化 是嗎 因為你看 如果看氧壓的話 因為我們假設這裡還有一個U嘛 氧壓的話這一點 因為你這個要平衡的氧壓在這裡 我帶 你看我這一點的氧壓 假設有一個氧壓 是嗎 這一點的氧壓在這裡 這金屬氧壓在這裡 可是我的氧壓是不是比它還高 是不是這樣子 這一點的氧壓是比這個高 所以金屬就會氧化啊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會Oxidation 是嗎 所以這個東西就代表會Metal 是嗎 這個是討論的過程 這個是討論的過程 所以我們今天在實用上 在實用上 我今天就舉個例子來講 在這個討論過程 所以今天實用上我們這只讓你去了解 那當然我們會怎麼做 所以我就舉幾個例子吧 好不好 我就舉幾個例子 我第一個 我今天先舉一個Example 1 好嗎 Example 1 我今天講的Given 一氧化碳給你 假設這個圖 Richardson-Ellenheim-Dygon 就是我們上次放的投影片 假設這個圖全部都有了 全部都有了 好不好 這都有了以後 我們現在假設給你一個一氧化碳 它給你一氧化碳 因為我剛才假設都是 我剛才舉例是1嘛 我們真的情緒的話 會不會是某一個數值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假設給你一個數值 它說是10的6次方 一氧化碳很多 那就不是還原器嗎 是不是這樣子 還原器 然後在什麼樣的溫度呢 Given at 在溫度假設是1000度C 1000度C的時候 然後我們現在Question 1 它說在這種環境之下 平衡氧壓是多少 就是第一個問題 PO2的Equilibrium Equilibrium是等於多少 他問你 問你就是PO2的Equilibrium是等於多少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問題 我問說這個 假設有一個金屬Oxidized 會不會被氧化 我們假設問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圖畫起來好嗎 我現在把這個圖畫起來 這個東西把Equilibrium它是這樣畫的 然後你這個CO2 CO2的這個封起來這個東西呢 它是這個東西 假設是PCO比上PCO2 對不對 PCO比上PCO2 對不對 那橫軸這橫軸是溫度 好 那我們現在怎麼做 第一個 他這樣問你呢 他說這個動力是等於1000度C 那就找這個1000度C嘛 NM-Dygon他是用度C來表示嘛 對不對 1000度C 你就把1000度C的地方找出來 然後他說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10的六四方 那10的六四方你就在這個地方 它的碳 它的碳大概在這個地方 碳 這一點是O 這一點是O 另外一個氫 待會再講 氫是在放上去 好不好 氫 那這個東西10的六四方 大概是比水平線低一點點大概是在這裡 所以我假設這樣子拉下來 這是10的六四方 這是10的六四方 10的六四方1000度C不就是這一點嗎 對不對 我現在就題目了 這個土是有的 這是土是有的 相對位置差不多也是這個位置 我畫相對是大約 roughly 大概是這樣的 好 那他現在問你 那所以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16四方倍 1000度C就是圖形作標就是這一點嘛 也就從這兩個 這兩個加起來呢 我可以標一個STAR點好不好 對不對 標一個STAR點 那有STAR點他現在問氧壓啊 他問氧壓多少 那所以氧壓是不是要從OO來讀 是不是這樣子 氧壓要從OO來讀啊 那你就把這個OO這一點的氧壓 就是拉一條線嘛 拉下來嘛 拉下來就看看這裡是多少 這裡是多少 那我當然畫得不太精確 你自己對著 RECHASER AND HEMIDICLE 你自己去找 那這個找出來 那你讀出來這氧壓是多少 因為我畫的位置不太對啦 大概是10的-26個ATM 大約 你就畫 那所以這個大概是多少 是10的-26個ATM 這是正確的數字喔 你自己去標標看 我這邊畫的位置不太對 這個應該到這邊來吧 應該到那邊去了 對 因為我畫的位置不太對 位置不太對 反正也就是說這個數字是對的 這個數字是對的 好 那現在就出來了 那同樣他現在問你啊 他說這個Metal 他現在假設問你這個Metal 會不會 他假設是某個金屬 這個某個金屬 譬如他假設問一個問題是某個金屬 現在假設這個金屬 你就把這個金屬的線找出來 假設金屬的線在這裡好不好 這是這個某個金屬的氧化線 金屬的氧化平衡線 NM line 我把它找出來 那你會發現這個點落在它的下面啊 對不對 那所以金屬這個假設 你看這個金屬要平衡的氧壓是多少 假設你要去球的話 在這個T0平衡的氧壓是多少 假設這個Metal在這個T0 在這個T 假設叫做T0 這T0的溫度的話 它要氧壓是要從這樣子拉這一點 是嗎 可是我現在環境氧壓是比它更低 所以根本不會氧化 是嗎 這樣懂嗎 對不對 所以他問你說會不會氧化 所以這個答案是什麼 No oxidation 是嗎 是不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會還原啦 假設有氧化氧化會還原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懂嗎 會看嗎 是不是有點亂 所以這個東西假設 現在暫時沒有關係 假設像我剛剛就講高雲 這個尺標怎麼來的 就是要今天要把它變成什麼呢 把它變成是比例是P分之一好不好 大P分之一 假設二氧化碳變成 那總之就是畫著這個圖 那這個尺標 因為它所畫的 你畫的都斜斜的 要讀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時候 這個尺標都斜斜 這斜斜都指向哪裡 都指向C點 從C點延伸出來的 從C點延伸出來的 這個都到這個階段 假設你這個東西數學有點混啦 你知道這個圖是這樣來的 這個圖那就是 這個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是要讀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比率的時候 要用這個斜斜的去讀 這斜斜的要讀的是碳 就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同時是C點去讀 那氧壓是什麼 氧壓要用O點來讀 氧壓它是畫在裡面 氧壓是畫在裡面對不對 氧壓這個是E 這個東西 這個是PO2 氧壓畫在裡面 那外面還有一條呢 外面還有一條 外面還有一條是什麼 用氫 水 外面用氫跟水 那現在暫時不要管它 好 那現在你看它 這個就是Annhem Diagram 在這裡面有一堆金屬 有一堆金屬線 對不對 一堆金屬 看看是什麼金屬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舉個例子嘛 對不對 這個金屬 假設像中間 就告訴你這個一氧化在二氧化 氧比率是10的6次方 你就找出10的6次方啊 你就把這個10的6次方 讓這一點飆出來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溫度 這個溫度就要在 所以它們就是在這一點嘛 那這一點的氧壓是多少你就拉過來嘛 這個不就可以得到氧壓是10的負26嘛 這個你自己拿真正 我這個位置畫得不對 我這個位置畫得不對 這應該會到10的負26會到下面去 因為我畫圖畫得不好 那正確數字你們自己去對 你們自己去對 對那個圖 就可以對出來 好吧 就可以對出來 然後這個東西會不會氧化 是吧 好 那你看看 那我們這個地方就暫時講到這個地方 那再來呢 我們現在怎麼樣 你看我今天在所討論的 我們今天有討論的這個東西呢 我現在這個東西是用二氧化碳氣跟一氧化碳氣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一個東西換成氫氣 符號 符號 換成氫氣 這個東西符號 換成水氣 只是這個data G0 換掉而已嘛 是吧 剛剛的那個符號換掉而已啊 數字換掉而已 是吧 所以我們今天反過來 反過來你看看 如果今天考論的是氫氣是吧 氫化變水氣 一樣啊 我今天這個都是GAS 那假設這個東西呢 我假設這個反正就是某個STAR吧 那這個東西data G0 就是這個嘛 是吧 這個G0 我們也知道啊 假設這個東西等於多少 這個是負的495000 加上111.7T 剩下的完全一樣啊 這個是一大氣啊 一大氣啊 我再把這個水氣變成P一大氣啊 跟剛剛是不是一模一樣 對不對 只把二氧化碳換成是水氣 但是這個數字換掉了 這個數字換掉了 是吧 這個數字換掉了 對不對 這個數字也換掉了 剛剛是-56400 對不對 那所以你看我是不是也一樣可以根據 我們剛剛根據這個東西來寫 根據這個東西來寫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也可以寫成什麼呢 兩倍的氫氣啊 再加上氧氣變成兩倍的水氣 但是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大氣啊 你看這是一個ATM 這個地方把它變成是P一個ATM 這個我假設叫STAR 雙STAR好了 這是剛剛的4嘛 是不是一樣可以這樣子寫 只是把這個數字換掉 這個數字換掉 這個數字換掉 剩下完全一樣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都會怎麼 所以呢 今天把這個圖畫出來的話 我們這NM Diagram呢 這個就應該就會變成這樣子啊 這是0K啊 這是0K 是嗎 這是0K 剛剛這個是O點 這個是C點 C點在下面 C點 那你這個東西呢 這裡面黃色的這個 equation 這黃色的 equation 就會有出現一個H點 這個H點就是這一點 負的49500 跟剛剛一樣嘛 剛剛是多少 那個C點是負的564800嘛 現在變成是負的49500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C點負的49500啊 剛剛這個C點是多少 C點是負的負的564800啊 然後呢 這個斜率也就1 等於1的時候 等於1 剛剛等於1的時候 它的斜率是173.62 那現在等於1的時候呢 它是1 它是比較平的 這個是1 那所以我今天是不是一樣可以都放過來 假設這個拉過來是1吧 這個是P氫氣比上P水氣 越往這邊越高 是吧 那我也一樣可以畫很多線啊 對不對 氫啊 對不對 我可以畫很多啊 是吧 畫很多線 是吧 那這個每一個呢 都是要讀的時候呢 這個座標啊 都是讀氫 讀氫氣 你知道這個圖跟這個圖是一樣的 只是把那個 這是考慮液氧化碳氧化 這個把它換成是氫氣氧化 這外表就放進來 那所以整個圖就變成這樣子說 這個是氧氣 再來外面這一包 這一層 這一層是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氣的比率 在外面再更 你去看 待會我放同影片 對不對 這個放出來 最外面這一層是什麼呢 就是氫氣與氧氣的比 但是越往這邊也是越高 氫氣越高 好 那在這個 在我放投影片之前 我現在再給你一個立體 好嗎 假設 我剛剛假設 剛剛這裡面有氧氣 是吧 對不對 假設這個地方 我剛剛的假設跟那個一樣 這個地方 這個氧氣我剛剛畫得不太好 因為氧氣是在裡面一層 氧氣是在裡面這一層 這一點是10的負26好不好 10的負20 10的負26 氧氣是那樣子 那假設我今天的氫氣呢 我現在在外面還有一條線吧 外面還有一條 外面一條呢 這是氫比水好不好 氫比水 是吧 對不對 這個譬如說假設同樣這個例子 我Q3 同樣這個例子 我現在問Q3 對不對 在這種情形之下 對不對 假設我氧壓一樣這個金屬 這個金屬 這個相當於的話 如果今天呢 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這個star這一點是吧 這個就是star這一點 他的氫跟水的比例是多少 Q3 這一點的 也就是說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 你如果是死了六四方一千度C的時候 換過來如果用氫跟水的話 他們的比例應該是多少 那你看這一點我剛剛講不就這一點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現在要讀氫啊 要讀氫啊 那讀氫的話呢 你就從這個找氫這一點來讀啊 那把這一點跟這一點拉 拉起來 讀外面的這個氫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P氫比上P水 你自己再去讀看看是多少 那你去讀的話你就會發現這個 因為這兩個寫力很接近 這個東西大約是8乘以10的5次方 一氧化碳是10的6次方 它也是很接近10的6次方 但是它8乘以10的5次方不到10的6次方 你可以這樣子去讀 好那我現在再給你另外一個 書本上的實際上的數字 好不好 給你一個書本上的實際上的數字呢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題好嗎 反正書本上現在假設一樣啊 這個Ellenheim diagram Ellenheim diagram對不對 我這樣畫出來好不好 Ellenheim diagram 然後這一點是O點 然後這一點 氫的這一點 我假設用綠色的畫好不好 氫 碳我假設用黃色的畫好嗎 碳這一點用黃色畫好不好 對不對 假設畫 然後呢我們 然後我為了要有點顯 我發現我用力推一下好不好 有點暴力 不好意思 要不然它一直下來 很討厭 我講什麼 好 Anyway這樣講 那我現在外面有一個氧壓 氧壓這個是1 然後越往這邊 這是PO2 越往這邊越小 越往這邊越小 再來外面那一層是氫 是氫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氫氧化碳 二氧化碳 假設隨便畫一下吧 這個是氫氧化碳 二氧化碳 越往這邊是越大 氧氧化碳越多 這樣子 再來呢 外面還有斜斜的座標 我們不管它 這個是氫以水預設的好不好 也是越往這邊越大 氫越多 氫越多 是吧 這個是圖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假設氏紋上的這個圖呢 我現在有個example好嗎 這個example呢 假設我們有一個silicon 這silicon位置大約在這裡吧 你就把silicon找出來 這個example2的Q1呢 我們假設silicon 他說假設silicon 然後在1000度C的時候 1000度C的時候它question1 question1它是說呢 這個pO2的equilibrium氧化平衡的時候是等於多少 silicon在1000度C氧化平衡 它的平衡的氧壓是多少 那你怎麼找 好 你就這樣找啊 silicon 1000度C 我現在假設1000度C在這裡 假設1000度C在這裡好不好 這裡是1000度C 是吧 1000度C 對不對 1000度C 那就這一點 因為silicon 它告訴你是silicon 這一點嘛 是不是 它氧化平衡要讀氧壓 今天是要讀氧壓 是不是 你就這樣子去拉 從這個這樣去拉 拉過來 讀到這裡 這就是question1的答案 好 那所以你question1答案是多少呢 這個 我這個位置都畫的不對啦喔 位置都畫的不對 但是anyway你自己真的 你自己真正的就把這個resurion 那anyway大家給你拿去畫畫看好不好 我畫的 那你對的以後呢 那所以你去找出來這個東西是多少 5×10的Fu2是七十方ATM 這個不會那麼上面啦 不會那麼上面 我這個應該會很下面啦 應該會很下面 好不好 這條線應該下來一點點 這條線應該畫下來一點點 我畫的位置都不對啦 但是我告訴你要怎麼找答案 那我告訴你怎麼找答案 那Q1啊 那再來Q2對不對 Q2我可能會問啊 對不對 今天假設要還原 我今天假設要reduceSiO2 是吧 對不對 在1000度C 假設1000度C的時候呢 我要把二氧化系還原的話 對不對 他問你 假設用氫氣來還原 氫氣它氧化會變水氣 這個東西應該要多少 好 那你現在一樣啊 二氧化系在1000度C啊 對不對 我現在要讀氫氣啊 要讀氫氣是嗎 對不對 讀氫氣啊 那所以我就找這一點嘛 要用氫來讀嘛 是吧 因為剛剛是這一點嘛 1000度C嘛 那就用氫來讀 那所以我就這樣拉過來啊 讀氫的這個部分 氫是綠色的嘛 那這個就question2啊 對不對 那我氫 因為越往這邊越多 所以我氫是要只要大於這個數值 所以我氫只要大於這個數值 就可以大於這個Q2的這個數值 就會還原 對不對 越往下氫越多 就是越往下 這個溫度在這裡 越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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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越少嘛 對不對 越往下 養越少 那所以呢 這個氫是多少呢 假設你去查了一下 你就知道大約 這大約大概1乘以10的六四方 我現在給你的數值都是你拿那個 拿那個書本上的Recherzen Anaheim Diagram 球莫考的時候就是給你這個圖 我就問你 我就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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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問這些問題 我當然就不會問這個 我換一個材料 我可以這樣問 我可以顛倒過來問 我可以顛倒過來問對不對 那這個你就去找啊 我就舉這個例子 這個都正確的數字 你自己去拿土去標 好 那這個 那再來呢 我也一樣啊 我今天我也可以問啊 這個東西用氫啊對不對 我假設這個東西 我用綠色寫吧 用氫啊 對不對 那我也可以問啊 如果我不是用氫氣 我用一氧化碳氣 用一氧化碳氣跟二氧 就氧化油邊 這個數字要大於等於多少 才不會 才可以還原 就是不氧化 那你要讀這個東西的話呢 要怎麼讀 就從碳來讀啊 對不對 那這個啊 那就這樣拉過去嘛 是嗎 拉過去 碳是在這裡 這裡 所以這個東西答案就Q3啊 是嗎 對不對 因為你要讀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就要用這個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那但是讀的時候要用碳來讀啊 對不對 這樣會畫嗎 對不對 那所以啊 假設這個答案Q3呢 這個要大於等於Q3 是吧 那這Q3的話呢 那這個東西查到大約2乘以10的6次方 2乘以10的6次方 這樣會看嗎 是嗎 那所以你看只要給你一個 給你這個MFM-Digrant 我可以問這某個材料 某個溫度 對不對 然後它的平衡氧壓是多少 那我今天也可以反過來問啊 對不對 在某個溫度 像剛剛那邊問的 某個溫度 某個一氧化氫氣的比率 或者某個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比率 就像剛剛那邊 你可以標出某一點 然後再針對某個金屬 看看它會不會氧化嘛 是嗎 對不對 就是剛剛是這樣子問過來 我現在反過來問回去嘛 反過來問回去 問說在這個要不氧化 就是要還原的話 它應該比例要多少嘛 剛剛是這樣子 我現在就回過頭來問而已嘛 這是給你實際上的數字 這個 因為剛剛這個M我是空的啊 因為這個金屬我是空的對不對 我沒有講是什麼金屬嘛 沒有講是什麼金屬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實際上的例子 好嗎 這是一個實際上的例子 那所以後面這一段 也就整個Richardson-Allenheim Diagram 我們現在重新講 就整個Richardson-Allenheim Diagram 就是書本上的這個圖 書本上的這個圖 對不對 你要怎麼用 要讀氧 壓 用O點 讀氫氣 水氣的比例 用H點 讀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比例 用C點 然後這個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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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斜在他們的這個地方 因為都是這個都斜斜的嘛 都斜斜的 你自己拿齒去對對看 你自己拿齒去對對看 就對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整個這個圖啊 這個圖就要怎麼用 當然我剛剛在講一個金屬啊 對不對 譬如這個下面可能是說 這是鋁啊 這上面可能是什麼 譬如鋸啊 還有很多金屬嘛 是吧 好 我這個位置 相對高度是對的啦 但是它就不是這樣子 它可能自己去看圖嘛 是吧 給你這個圖 對不對 好 那這個今天呢 我們先暫時把這個 Rechart and Anaheim Diagram 整個把它講完 要怎麼用 要怎麼用 因為書本上它這個大約講一講講一講以後 然後它就出來一個東西 你不曉得幹嘛 如果這個東西你實在是搞不太清楚 至少怎麼用會吧 我就舉這個 這個例子跟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這個是告訴你怎麼來的 還有這個例子 是吧 這兩個例子你自己回去對對看吧 自己回去對對看 好不好 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這裡